早安 各位午安 大家好 早安 我現在 現在 是北海道 新德 就是 北海道 新德 我們現在已經到達北海道 昨天晚上到了 然後 剛吃完早餐 非常豐盛 北海道 氣溫還是 有點炎熱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冷 然後 跟 每天訓練是三餐 然後跟 大總製藥 的 路上鋪一起訓練 然後他們的 待遇都非常好 不管是 三餐還有 服裝還有他們鞋子 他們都穿 六七千塊的馬拉松 在慢跑 在訓練 就算是高中生 也很少看到有 穿破掉的鞋子 基本上他們很敢 很 很投資在這方面 因為他們 之後成績好的話會有更 更好的福利 所以他們 不管是自己還是 家人都很願意 投資在 選手身上 然後 我們在這裡要待 兩個禮拜 然後剛從 得到來 大總製藥的 主公司在得到 然後之後 兩個禮拜後 再從 千穗機場 再搭機回台灣 很興奮 能夠 終於來到 自己 最想來的地方 北海道 而且還可以在這邊 在全日本 最好的草皮上 訓練 草皮 每天都有人在保養 都有人在 在清理 然後跑起來就像 跑在地毯 地毯上面一樣 所以 感覺 非常的舒服 跟 國訓中心的草皮 差很大 所以 反而覺得 回去了之後 會不會不適應 可能要重新適應 國訓中心 那個 比較 艱苦一點的 環境 來這裡 可以說是 大開眼界 人家會 對 日本的選擇會 比我們 成績好得那麼多 不是沒有理由的 他們 除了福利好之外 他們本身自己的 訓練也是非常自主 可以說 每次都是非常拼命 非常努力的訓練 然後 就算排 休息的日子 他們也可能會自己 做一些 加強補強 然後 反觀 我們 台灣的選手來 自主訓練 就比較 自主性 會比較 低一點 我們在台灣自主性 已經算很高了 可是在這邊 比起來的話 還是沒有他們的自主性 那麼強 他們 像昨天跑20公里 就是 依照自己的情況 跑20公里 然後台灣 像我們台灣的選手 就只會跟 跟著跑 然後不知道如何 不知道如何 依照自己的情況 就覺得 這才是一個 要學習的地方 就是 以自身的 身體條件情況 來做 不一樣的訓練 而不是 只是教練 教練給你什麼 然後你就一直練 一直練一遍 然後 最後變成 因為教練不是你 因為教練不是你 所以他不知道你身體的情況 你反而要 要去熟悉 自己的身體的情況 然後去調整 對 這是他們 一個 很重要的地方 對 然後 那就 稍微介紹一下北海道 北海道就是一個 常常 看起來都一望無際的地方 我們現在看 看我正前方 的方向 正前方的方向 一望無際 看不到頂點 OK 然後路上車很少 幾乎沒什麼人 然後 後面這座 是 一個 公園 然後 我們只要翻過 這座的小山坡 就到我們訓練的地方了 然後 目前 黃色這棟 這是我們 吃飯的地方 它算是一間民宿 然後 他們 這裡常常會有選手來 合宿 就是集訓 然後 今天晚上 我們要跟 北海道的 縣長 政府官員 一起吃飯 因為他們很高興 能有 能有 大總之要來 那種大公司來這邊訓練 他們非常歡迎 外面的人來 在訓練 因為 可以 帶給他們一些 商機 而且 這種 大公司 來的話 也可以幫他們 再 做一些 建設 像 在 東高山 大大後山高原 然後 那時候是 大總之要 的監督在 呃 帶領 世界錦標賽選手 在 那爾訓練的時候 然後 就 蓋了三道的 四百公尺場地 所以 那邊場地 場地只有 那個 梅渣 但是 沒有跑道 但是 監督去了之後 然後 運用 入協的關係 經費 然後就蓋了 蓋了 三 三道的跑道 所以 各地都很歡迎 能有 能有職業隊來 來訓練 然後 可以改善他們的環境 還有他們的經濟 所以 在日本運動也是 非常受到歡迎的 好 現在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 台灣選手住的地方 然後 就是這一棟 我們準備要進去啦 我們準備要進去啦 全關 剁鞋 剁鞋 欸 死鞋咧 幹嘛 吹一隻腳過你了 喔 這是我們現在住的房間 有點是客廳啊 再擠一擠也好 樓上是二樓 這是學老師住的地方 死鞋咧 死鞋大便喔 你是大便嗎 是啊 說說的話 說的話 你要講幾句話 我要錄影啦 要跟大家講話嗎 沒有人 沒有人喔 OK好OK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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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